大家好,我是这里闪电 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氏三姐妹》 宋美玲,没有自由的第一夫人 终于嫁出去了 小美成了上海拉都路311号的女主人 她用心地布置自己的新家 她满心喜悦地憧憬婚后的新生活 哦,别忘了,她有甜蜜的蜜月旅行 一定要回到美国,回到那片她长大的土地上 让她的朋友们都看看现在的她 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个淘气的小灯笼了 但嫁给蒋介石并不能让她过上浪漫的生活 当晚他们的新婚之夜在火车上度过 蒋介石带着她以及200名卫兵乘坐专列 离开上海前往墨干山 第二天一早八点 蒋介石就在庙中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足足开到晚上八点 小美带着好奇,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 她虽然是新婚少妇 但30岁的年纪已让她绝对不是一个天真蛮横 只顾自己开心的小姑娘 她懂得嫁给蒋介石就是嫁给了中国政治 这比单纯地去美国旅游一趟有意思得多 当时国内的政界已经到了各个派别 抓栏杆撕床单 大打出手抱作一团滚来滚去的荒诞局面了 冯玉祥咬着严锡山的耳朵 严锡山抓着冯玉祥的胡子 两人还不忘死踹抱着他们大腿要往上爬的汪精卫 原本逼着蒋介石下野的汪精卫 受到多方的指责 实在是挂不住他那美男子的颜面 在1927年年底跑到国外去了 冯玉祥立刻换上笑容 主动拍拍严锡山 和他拉着手邀请蒋介石再回来主持局面 几个月的静观其变 几个月的私下运作之后 1928年年初再度出山的蒋介石 才真正成了国民党党内 一时无人可以取代的人物 而宋美龄也满怀喜悦 他认为嫁给蒋介石 带给他的是改变历史的机会 蒋介石可以为他提供权力的庇护 而在这庇护下 他就可以施展自己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想象力 扭转中国的命运 但是他的实际生活 却并不像幻想中那样呼风唤雨 当时上海滩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重要人物都要向青帮交纳保险费 如果你不交钱 那么青帮就会找你查 如果交了钱 不但青帮不找你查 也不允许别人找你查 小美在知道这条规则之后 很是愤愤不平 在美国我们都是民主自由的 军队和警察保护人民 凭什么我要交钱给黑帮来保护自己 所以他一直怂恿蒋介石 你现在是总司令了 大家都要拍你马屁了 这个保护费以后可以不交了 而且你也有军队 自己可以保卫自己 干嘛要去讨好杜月笙 那个流氓老大呢 蒋介石一听 嗯 有点道理 他有意无意地停交了两个月的保护费 似乎也平安无事 这天蒋介石单独出去应酬 两小时后 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停在了西摩路宋公馆 一个整洁俏丽的侍女 非常和气大方地邀请宋美玲上车 说宋矮玲正在家中等着她讨论重要事情 宋美玲毫不怀疑地上了车 但是有些意外的是 车窗拉上了黑布 不能让她看到街上的景色 小美要求开窗 可爱的侍女却说 这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 小美只好闷闷不乐地望着司机的后脑勺发呆 但是车子越开 她也就越怀疑 开了这么久 怎么会还没到大姐家 她气呼呼地敲着椅背说 停车我要下去 小侍女连忙安慰说 蒋夫人 伤安勿躁 您一个人太危险了 我们保证会把您送到安全的地方 宋美玲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从汽车的后视镜里 看到司机那一丝凶狠的眼神 乖乖地闭了嘴 向后靠在座位上 过了几个小时 蒋介石回来了 她听说爱妻被宋矮玲接走了 就打电话给大姐 在得知小美根本没过去的时候 她又气又疑 马上想到的就是杜月生 但是她实在不愿意 直接给杜月生打电话 只能跟大舅子宋子文求救 宋子文是宋家经济上的保护神 她很快就从蒋介石支支吾吾的表述中 知道了他们夫妻的疏忽和宋美玲的遭遇 挂了电话 她拨通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人号码 令人紧张地拨号声过去后 电话那头出现一个熟悉而可怕的声音 喂 我是杜月生 宋美玲被豪车送到一处豪宅 一下车她马上注意到 前廊附近至少有二十来个打手和卫兵 腰里别着手枪或木棍 有的双手叉腰 有的暴臂都在注视着她 她连忙低下头 随着小侍女的指引步上阶梯走进屋内 会客室里一水的高档红木家具 配上华丽的欧洲丝绸坐垫和靠垫 窗前的绣花布曼窗帘也全部都放下 看不见屋外的景色 闪闪发亮的水晶灯照耀在陈列柜里的古董瓷器上 发出冷冷的光 苏美玲在椅子上坐下 马上有侍女端来了咖啡 小美品尝过后 惊讶地发现 竟然按照她素来的习惯 加了两份奶不加糖 侍女笑容可居地问 蒋夫人 还合您口味吗 苏美玲有些尴尬地点点头 放下杯子 心里一阵阵发毛 很快 又有人来传话 蒋夫人 晚餐已经预备好了 请您去餐厅用餐 小美定了定神 傲奇地说 不用了 传话人彬彬有礼地居了宫 准备退下 苏美玲连忙问 我能打个电话吗 传话人说 蒋夫人 蒋夫人放心 您的一切都在我们保护之中 说完便离开 小美缓缓坐下 心里不断打鼓 等了二十分钟 终于屋外传来汽车的声音 她立刻站起来仔细倾听 似乎有人出去迎接 不一会儿 两个人走进屋里 其中一个 正是她亲爱的哥哥宋子文 宋美玲立刻扑过去 紧紧挽住哥哥的手臂 躲在她身边 打量另一个人 她已经猜到这个人的身份 可以帮头子杜月生 但让她意外的是 杜月生并不是一个 流里流气的老阿飞 而是戴着金丝眼镜 挂着怀表 丝丝纹纹的先生 如果在街上遇见 很可能让她错认为 某位大学校长呢 杜月生缓缓开口说 我手下巡逻的时候 发现蒋夫人 只有一个侍女陪同着 路过上海最危险的街道 我担心夫人会遇到危险 就把她接到了安全的地方 虽然她现在是 中国最受尊敬的女性 但也不能排除 某些居心叵测分子 会暗中搞什么阴谋 总司令在结婚之后 公务繁忙 以至于疏忽了 对自己和夫人的保护 实在是太大意了 杜某人对此深表遗憾 宋美玲一脸苦笑 宋子文也只好陪着笑脸 点头说是是是 杜月生接着说 宋先生已经同意 对这意外事件 做出适当安排 我认为 宋先生还有义务督促 蒋先生和夫人 履行对他们安全有利的 例行手续 避免下一次再发生危险 万一杜某人不能及时 赶到处理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小美听了一身冷汗 她感觉到浑身发痒 似乎从小落下的病根 又要发作了 在告别了杜月生之后 她匆匆坐上宋子文的汽车 从这开始 她才明白 即使蒋介石已经成为 中国的最高领导 她也并不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夫人 上海滩人吃人的游戏 才刚刚开始 她才赶在我们的汽车 这也激观念